接下來要上來的最後一個叫做地核 地含大概到2900公里 2900到地心6371叫做地核 還有分兩個 一個叫做外核 一個叫做內核 地核誰做的 鐵跟地 你怎麼知道的 隕石 天上教教的禮物 配合隕石的成分 配合萬有與地定律 我可以推測 還有一些別的事情 我可以推測地球的 地核的主層是鐵跟鎳 地核的主層是鐵跟鎳 鐵跟鎳 那要配的事情是這個 外核是液態 李化老師教過東西是固態 液態還是氣態 就靠誰管決定的 溫度跟壓力 就是在不同的溫度 不同壓力加成績不同的狀態 那外核是液態 外核是液態 而內核是固態 內核是固態 這次是要背的 外核是液態 所以要背的是液態 地核是由鐵跟鎳組成 外地核是液態 發動液態 剛才講過 重點一為什麼會分成 重點二 你怎麼知道有分成 重點三分哪些成 重點四 個層的說明 剛才說明過了 還有比較 個層的比較 根據為什麼會分成 你就知道 越往底下 密度越怎樣 重的沉下去 輕的浮起來 所以越往底下 密度越大 厚度也是 越往底下越厚 地殼幾乎沒有什麼厚度啦 35也一點點而已 然後到2900公里啊 然後2900到6371啊 但是體積不是 體積是中間最大 很少人問 但是有人問 問都是故意問的 因為別的東西都是越往底下越大 它不是 你們好像也不會算球的體積 三分之四派啊 三次胖 裡面也不會算 可是 但是有人知道是到中間這樣就可以 這偶爾會有人問 它們的組成不同 地殼跟地含都是由岩石組成的 地殼呢 大陸地殼是花崗岩脂 海洋地殼是玄武岩脂 地殼剛剛講過什麼岩 橄欖 橄欖都是由岩石構成的 那地殼誰做的呢 金屬 鐵跟鎳 鐵跟鎳 金屬構成 所以 地殼跟地含是由岩石組成 地殼是由金屬組成 所以整個地球是由岩石跟金屬所組成 就把它記下來 密度越往底下越大 厚度是越往底下越厚 但是體積是地含最大 地殼最小 然後呢 地殼跟地含的組成是岩石 花崗岩石 玄武岩石跟橄欖岩石 然後地殼的組成是金屬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背的事情 這就是我們所需要背下來的事情 就是它的各個的比較 就是你所要知道的 可以嗎? OK嗎? OK